Create table Create table 意思就是说 我要建立一个资料表 你才有办法把资料放进去 那资料表里面你要告诉他有几个栏位 所以你们也可以思考一下 像那个刚刚有那个学生成绩 姓名、国文、英文、数学 所以你要有四个栏位 也可以 所以刚刚的东西可能没办法把他写进去 可以 你就跑个维圈 insert,insert,insert,insert 一直把他资料 通通把他丢进去就ok了 不过在讲这个之前 另外第二个 像现在你会发现 如果你现在还是执行 编号如果没有变动的话 你会发现有一个恐怖的事情 就是他一直写入成功 然后一直都ok 但是你会发现你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他都是编号都一 编号一的话问题很大 为什么编号我两个不能重复 所以如果你要让他不能重复的话 那有个问题就是你要怎么让他知道说 他不能重复 这个地方你可能就要把形态 如果比如说我用test的话 这应该就不对 应该用integer integer 刚刚讲过就是整数 然后面的话跟他讲说 这个是key 所以你这边的话可以跟他讲说 这个是一个primary key primary key的话意思说 这个是主key 主key意思说这个地方不能够重复 而且是integer 那如果我把他改一下 比如说我这边table 刚刚table1 把他改成table2 那insert into的话 这边把他改成table2 那我们再执行一下 执行他一样会建table2 然后把他执行 OK 那会不会成功呢 可以写入成功 不过因为他是primary key 所以如果你再执行一次会怎么样 他跟你讲说不行 为什么呢 unique 有没有 他说你要再写一个一模一样的编号 这个动作是不被允许的 有没有发现 就是primary key 不能够写一样的东西 所以特别注意 那可是问题 可是以后很麻烦 如果每一次 我们都要一直不断去改 那如果你现在改2的话 不过特别就high一点 这个前后单影道就不用了 因为他是integer 给一个整数就好 OK value 执行 OK 写入成功 有没有 如果你在写入会不会成功 不会unique 不行 除非你把它改成三 那这样的话可以避免什么 重复资料问题 OK 再改四 没问题改不完 不可能 所以怎么办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以后的话 记得你在你create的时候 这边把它改成三 table03 那在那个什么呢 primary key后面 请你加一个语法 就让他自动帧号吧 自动帧号的话就是什么 auto increment OK 这个的话 看你要不要背 如果不背的话 可能可以参考云端上面 我有那个画面 给各位参考 就是auto increment 记得不要拼错 拼错的话 那可能就没办法帮你自动帧号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以后的话 这个栏位呢 他就是自动帧号 然后呢 我们不用输入 他会自动踩车 所以记得 increment 2把它改成三 后面记得 我们的那个number就不用了 但是 TL 可能要告诉他一下 你跟他讲说 我就只要输入那个 这个 电话这个栏 这一栏 那 那个number那一栏不用新增 所以这边的话我就可以怎么 假设我这样 直接输入 执行 table 3 看看 他就写入成功 如果改第二个号码 改 12345678 执行 这样OK 可是问题来了 你还是要改 改这个地方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就像input 请输入电话号码 请输入电话号码 一直让他输入好了 就不用直接在这边改的话 诶 执行 那我们已经写进 三个电话号码 那最后我可以什么 直接从哪里 从那个seqlite browser看一下 把它切过来再切过去 这一栏 就是自动加号码 table 1 有重复 table 1 有重复 没有重复 但是必须要自己换 table 3 的话呢 就是自动加号 你只要管电话号码就好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这边又增加一个什么 那个create table的时候 请你记得 这边有个primate key 这个key的概念很重要 资料库的话 基本上会有个key 这个key的值绝对不会重复 那如果你要让他自动帧号的话 记得在这边加一个auto equipment 然后并且呢 在这个地方跟他讲说 number 不用 但电话我要输入 待会也许你可以再改版一下 也许把这边 改成一个变数 就是让他什么 input 不过就是说 跑个回圈吧 可以让他输入个5个电话号码 这边的话怎么写 我想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把它改版一下 第一个 就是 我们原来的版本是一个 文字型的栏位 然后把它改成那个integer 并且是primate key 再来就是把它改成auto increment 大概这样试一下